中国女排另一个14人名单出炉,山东争议接应领衔,约战俄罗斯巴西。 正当中国女排主力队员正在征战世界女排联赛南京总决赛之时,另一支中国女排青年队也正式组建,14人名单已正式出炉,主教练是前男排国手施海荣,队员由边缘国手,蔚来新兴钱静雯,陈沛言领衔。 目前已经集训接近二周,这支队伍的主要任务就是征战即将于本月18-22日,在南非举行的第二届金砖运动会女排比赛。 入围的14人名单如下,主公车文涵,孙若庆,刘宇,蔡晓晴,副公张玉茜,焦点,郭慧珍,李亚门,二传蔡雅茜,陈方林,接应钱静雯,陈沛言,自由语人陈瑞兰,方静。 这支队伍的邦迪已刚刚参加了于19亚锦赛队员为主,徐璐瑶等江苏级年轻球员由于俱乐部有比赛任务没有入选,但不妨碍这支队伍星光灿烂。 其中,钱静雯虽然没有入选本届世界女排联赛的21人大名单,但去年却是女排的重要新人,随国家队征战了去年女排大奖赛等许多重要比赛并被赋予重任。 但球员本身表现平平,甚至被球迷吐槽实力不足以在国家队立足,不过对于年轻的钱静雯来说,未来还是非常光明。 另外一位接应球员,来自广东的陈佩妍也是名声。 在外,2014年才开始练习排球的陈佩妍虽然技术还要继续打磨,但本身条件优越,身体素质极佳。 第一次入选国家级续队时,朗平甚至能够直接叫出这名冒奸的小将,可见朗导已经将他视为女排的接班球员之一。 陈佩妍还是左手球员,对于边工球员来说,有着天然的优势,加上接近两米的身高优势,让他很受追捧。 去年,中国女排同样派出青年队参加在广州举行的第一届金砖运动会,并获得了第二名,冠军被俄罗斯获得。 当时参赛的球员包括陈佩妍、杨涵玉等。 本届比赛,中国女排青年队同样将和俄罗斯、巴西的后备队伍进行较量,对摸清对方清训储备,针对性提高年轻球员不足都非常有帮助。